是最好的结果 知府大人 本府出了这么个盗贼 让大人费心了 分内之事应当尽力嘛 听说武松这次强蛮雕横 三次在大堂上抗刑 今天兄弟本想到知府衙门上 拜访大人 没想到大人先来了 你说的也是啊 那武松在大堂之上 口口声声说是被栽赃陷害 这我就不太明白了 这个案子大人怎么会给他栽赃呢 他那是胡说 我一个堂堂都监 怎会栽赃一个劳营的配君 都监大人息怒 据我所知 武松是上月中旬 由山东阳谷县问罪来到孟州的 他本应由劳营看管 怎么在这月初到了都监大人府上当了教头 中秋之夜又成了道岸主兄 真是让人费解呀 这很好解释 他来到我府上 是杨古县县令史文奎的宝局 这个史文奎也真是 他什么人不好宝局 非保九个有千科的坏人来 都监大人也没有查一查 就收留了他 他本是好人 来到本地以后才变成了坏人 他是在何时结交的坏人 是上个月还是在这个月 他结交坏人的地方又在何处 他不会是进到都监府以后才结交的坏人吧 照你的意思 本府有坏人 这个倒不敢说 不过有一件事情 我倒想弄个明白 你们说武松是带着一伙强盗 打劫都监府 在院子里分赃的时候被抓的 有证人吗 有 我府上的护院 这我又不明白了 强盗抢了东西 一般是跑得远远的 找个僻静的地方分赃 怎么这次倒是在 施主的院子里就分开了 再有 既然是二三十人的强盗 怎么就抓了武松一个人 其他的人呢 连武松这样的打虎好汉都逃不了 那其他的人比他还厉害 这种武功高强的强盗 在孟州城还没见过一个 那是因为武松断后所以被抓了 这么多的强盗摸进你的都监府 你府里有护院 既然发现了他们为何不报告寻城的官兵 若寻城的官兵前来围剿 即便抓不住武松也可以抓住六松七松 弄不好还可以一网打尽 不过大人的护院却没有报告 这里面的原因就不好说了 王清里说他们是玩乎职守 王重里说 我不知道 知府大人现在也不知道 都监大人 你呢 你府上闹了这么大的事情 全城连一点动静也没有 可疑啊 都监大人 本府认为你府上一定有内应 是不是把你的护院一个个查查 不说实话的大行伺候 不不 不是他们 那又能是谁呢 这我也不知道 都监大人 你的状子上说是丢了三千多两银子 还有八串珍珠 金子首饰 你算过没有 供折合多少银子 这个我还没算 我算过 有两万多两 以大人的正常收支 不可能拥有这么多的家产 我担心 如果状子这样报上去 朝廷里会有人说 大人的这些银子 是科寇军饷 贪污受贿所得 这 那可能状子有误吧 还有一事 朝廷知道了 大人也不好交代 何事啊 以朝廷的法度 武松是来孟州坐牢的 大人倒好 让他住进了都监府 享清福 这如何向朝廷交代 再有 你是带兵之人 区区强盗二三十人 居然到你的府上抢劫 而且还都跑了 你是干什么吃的 朝廷又如何看你 都监府都认强盗出没 那孟州城的治安 又能如何呢 那你说这事该怎么办 这好办 把劫活抢劫 改成一人偷窃 数量也要改少些 就写三百两银子 这样一改 那武松就死不了了 武松当然不能死 武松死了 咱们都好不了 知府大人 你拿了十人多少银子 没拿 一千没拿 不信你可以去查吗 我不用查 咱俩一起婚世多年 谁不了解谁 没拿银子 你不会这么卖力的 为武松变案的 我真是没拿银子 我只是觉得 武松是打虎的英语 就这样死了 太可惜了 该死的就得死 他不死 就是有人徇私枉法 朝廷一旦查下来 就和他一起死 朝廷若是真查下来 我们就都不好办了 我一身清白 不怕查 刚才说的那几件事 怕是查不清白 那就要看谁来查了 告诉你们一件事 这高丞相的衙内 最近常到我这来 要不要拿出书信来 给二位看看 不用了 武松的案子 本府回去再仔细看一看 那就拜托了 石冠英 石公子 两千两银子一两不少都在这儿 你们点点 孔孟大人 你这什么意思 武松的案子 我是无能为力了 银子不够 我们可以再拿 多少银子也没有用 张独间通着高求呢 这么说 武松大哥必死无疑了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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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 想开点 也许这就是命吧 要不明天我带你去庙里 一起求菩萨 不 我去求杜剑大人 没用 他不会答应 除非你 为了吴二哥 我什么都舍得 不让他罪了 他的话 去你的话 你会以后 给当你们的 是杜剑大人 使这个人 你也在这吴二哥 却族 我准备赌兵 武松犯了死罪 要杀他是朝廷的法度 大人只要放过武二哥 愿意将我怎样都行 如来啊 那起来吧 你答应我 若是你随了我的心愿 我能不答应吗 大人说吧 我要你嫁人 行 只要武二哥不死 我就嫁给大人 我是有妻室的人了 夫人待我不薄 我怎么能这样做呢 我是要你嫁给我的侄子 张团恋 好 我答应 知府大人 小人奉都监大人之命 前来听大人审爱 你们站到一旁吧 谢大人 待人犯 待人犯